今天要進入這個大廳 就是客廳前就會先看到佛堂 是啊 哇 那這佛堂 我以前看到都不太一樣 這個佛具 好大 這個是點那個香的是不是 這個是 打火對不對 對 就是那個點火在這邊 裡面有放油燈對不對 裡面有油燈 所以他為了方便他做這種特別大隻的 對 然後這樣規劃這樣設計 而且這個香乳也好大 對啊 對啊 很簡單的感覺 這是一個很恭敬的心 然後想說大一點點比較好 是這樣嗎 那時候婆婆色佛堂的時候 也是很有送的 當然啊 你送人送小小的這樣好意思嗎 No 有時候我們的神像 跟我們的香乳大小的比例剛好 就像我們人穿衣服一樣的 對 有時候盧大佛小 也會變成一個沒大沒小 第二個 我們的佛 同佛不同桌有沒有 是 會造成一個我們所說的奴妻主 小犯上 失去判斷錯誤 或可能被形成求神不來 請神不靈擔心這個問題 是啊 所以你這樣好像這 這兩個分開是沒問題的 因為祖先桌跟神不靈 對 可是你通常這個桌子是放貢瓶的 所以這個不需 你應該是把這個 香乳要放進去 好 可以放小一點都沒有關係 前面都放貢瓶 你說這一組這樣子放在 如果放在 這個 關心圖像前面 對 一滴是大 一滴是大 有可能有踏爐的危險 佛桌的那個佛像的腳 如果接近爐的邊緣的話 也叫做踏爐 也代表火燒佛的意思 而且它也比較高 高 對 那你剛才還更大 我還佛的臉遮起來算了 你沒在忙你 那長嘴 長嘴 長嘴 人家說這個不行這樣做 不可以 就提醒大家 所以你剛說這樣放的話會怎麼樣 沒大沒小 沒大沒小 無欺度想犯上 甚至於判斷思緒 靈魂錯亂都有可能 那那早問一下 怎樣 有沒有搬進來之後 有這種狀況嗎 就是 失去判斷嗎 對啊 或者是有沒有聽到婆婆抱怨什麼 對 就是這種我們女人家聊就好 就是 婆婆會抱怨你先生啊 或者是 對啊 你會跟先生抱怨婆婆啊 或是都會抱怨媽媽 就是你知道各方面 大家有什麼樣的 小的就是不開心 就 不睡眠的地方 因為在那邊的時候 然後 就是我剛有提到 我婆婆 我先生其實比較調皮的人 她會跟媽媽會有很多輕力的動作 可是單進來 就會撒嬌 對 然後包括我跟我婆婆之間的關係 也人家都以為我們是母女 啊 對 所以我跟我婆婆關係很好 可是進來之後 然後就 常常會有一些財務問題啊 或者是 欸我跟婆婆教養 因為我有孩子 對 就是教養一些問題 觀念不一樣 對觀念不同 就是衝突越來越多 然後 甚至我先生會跟我婆婆冷戰 很長一段時間 一兩個月 都沒有兩話 對 或者只是小小一些事情都可以 都可以 對都會有 心裡會有一些借地存在 然後就日積月累下來 就討厭氣的 乾脆不講了 就 對日積月累沒有錯 嗯 所以選到好的佛具 跟大小事宜的佛具 跟好的位置 都是對我們求神 祈福最加分的 大家有博比 對不對 是啊 家瓶也很重要 因為像最近 《偉來》在播這個劇 其實就有點像啊 嗯 就成千冰演啊 成千冰耶 我好喜歡她的好會演 你現在演戲好自然 演什麼像什麼 中國事關係 現在在你回來 在播這個中國事關係 成千冰演的這個男主角就是這樣子 就是 剛好遭逢巨變啊 就是家庭也是沒有了 然後事業也沒有了 兩頭空 這時候她要重新整理 檢視她自己的人生 其實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戲 對 這個在呢 12月20號的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晚上 八點 名字叫什麼 中國事關係 一定要看 對 對 其實就是這樣 代表其實就是一個家庭關係 對 很重要 像說家和萬事堅 萬事堅嘛 你家不和的萬事堅 對 所以家不和萬事堅 老師你能不能再今天 稍微透露一下 就是在2017年 即將來臨的這一年 我們有沒有一個 可以提醒我們 預知 對 預知 就是最危險的家庭關係 我們可能要小心注意了 生年尾數 三一四一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年次的 我們稱它為任年生的 任年生的人在這個2017的幾年 他的煞心是在流年的田宅公 顧名思義 田宅就代表居家的風水 房地產的買賣 包括家裡面要重新裝潢啊 家電啊 家具的更換都容易破財 甚至於家人有無法預防的一些 我所有的雪光刀上都有可能性 跟家 跟窩 跟家人 跟居家的設備 產生的一些危機 多少情況小心 尾數一的 所以它是第幾名 它是No.3 第三名 所以危險關係第三名 對 我們來看看小一的 一步逼近 第二名是誰呢 誰 第二名是誰 第二名就是生年尾數 零 零 因為出外靠朋友 在家靠什麼 靠北部 對 跟父母的關係 三十 四十 靠北部 靠北部 靠父母 那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年次的 先恭喜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財運是亨通的 但有一好沒二好 一定是兄弟無靠 父母有難 所以在這年當中 可能年長的父母會開刀 跌倒 騎車要注意 包括跟父母的爭執 觀念分歧 就像你們這樣子本來很好的 後來在某個流年會產生這樣的一個 互動 見到冰點 一 注意父母的健康 二 兄弟爭執要變少 三 不要過於執著 好好賺的錢就可以了 好 一名 問題中了 問題中了好不好 我們家庭面一家自主 就是包括會賺錢的爸爸或媽媽 我們稱為配偶 叫做配偶有難 三六 四六 五六 六六七六 包括五十六年次的沈玉琳 也可能會有婚變的危險 對 你敢這樣亂講 那後來我送了他一隻雞 我們把那個雞打碎了 叫做睡睡平安 會你睡為之 會睡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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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尾書六的呢 代表配偶有血光 或包括配偶做生意被騙 包括配偶的身體 可能有跌倒受傷的血光之類的 交友不慎 爭執口舌是非 一件接一件 多注意就提醒你自己 對也不用太擔心啦 然後就是照老師剛剛講的一些 就可以叫你盡量維持那麼好的關係 然後嘴巴甜一點 針對配偶的這個問題 是 或是是配偶最重要的空間 是 採光好空氣好 放個炎燈 照亮黑暗面 那麼讓所有的晦氣濕氣 全部就沒有 這是加分的 OK 那針對我們所有的居家啦 3141 516171的 其實你把家裡面稍微整理一下 乾淨 窗明激進 牆壁稍微粉刷一下 貼個新壁紙 換藍一新 也能夠化你這個 潛在的風水危機 那針對我們所說的 父母的問題有沒有 幫父母到廟裡面 去點一個光明 很棒 太好了 要擺散笑微心 是一定要 所以父母的病痛 就是我們的病痛 一定要孝順父母 對一定要 擺散笑微心 對 幫父母祈福 對 除此之外 家庭嘛 客廳嘛 是 你看他的柴位 他的柴位 哎唷 太難了你 對啦 這個柴位哪有隻肚子 哇 好 好 你不是有看我們的書嗎 對啊 你老公不是我們的專實粉絲嗎 對啊 那他一定是錄掉這一頁 跟少看了兩集 是不是 因為我婆婆他佛做的東西都會擺在 就是這裡也是特別做給他 是 放嗎 對 對 對 佛巨啊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你先生是我們的鐵粉啊 他也知道一進來這邊就是柴位啊 是 那什麼柴位竟然讓他這樣舉呢 你也不要準備他了 你也不要準備他了 居家我們最反對就是敲門打牆或大心圖牧師 是啊 那老師喜歡建立實力 就用你居家的東西來做化解 剛剛那個那麼漂亮的水晶洞有沒有 晶洞 晶洞就可以放到這個地方了 你到這裡 哦 那麼晶洞的背面就得是死桿當 對 會把柱刀做一個抵擋 它這邊就是凹槽相對就是我們說長風那氣的意思 那裡面再放168塊的真的錢總數 再放一個財神天珠 好到不得了 就可以有財神入財巷 珠光寶器 金光閃閃 錢財自然來 那麼有格居財 信仰財 珠寶財 OK 就放錯地方了 好多財喔 對 珠寶財耶 就是基於珠寶 就珠光寶器的意思 哦 這是你心想出來的梗 我是剛剛使用錯的 哈哈哈哈哈哈 剛剛在看珠寶的梗 對 不好意思 所以我追不下去 這是我大 這是我大平台 對對 也是我的 小薇的大家帶來 各位 這是我的大平台 哈哈哈哈 好啦 現在是個風水的大平台 對 什麼都要贏台的 你要帶給大家 另外一個麻煩的 富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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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財位發生什麼事 竟讓王彩華驚訝不已 2017年職場最旺 人脈祝你一杯冲天 2017年職場分析 最旺的前三名 人脈 裁員廣進 其實就是 農曆 鼓勵 既然朋友的指導 他就是開始 樹 草 其實是 農曆 之前給人家施以調配 今年會 一把